如果考试会过 但是它有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就是如果你输入不是负值的话 它预设是零 那这样子就是零 最小 可是问题它不是里面输入的某个值 那其实这个的程式是有一个bug 有一个错误 就是它真的没有办法抓到最小的 除非有负值 有负的 OK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假设了 我们这边是有负388 但如果你今天是输入1 输入2 输入3 输入4 哪个最小 999 它输入0 对不对 那所以 但是问题 如果你考试写这样是对的 是会有分的 也是20分 这样就20分了 OK 这样是有20分了 OK 但是问题是感觉好像就是 不过这是因为要针对考试 但如果说针对是一般状况 就是我们实际上会遇到的 我们就不会写这样子 我们会用另外就有个所谓的串列 什么叫串列呢 它的逻辑有点像是 我在Excel里面放了一个串列 就是一个清单的资料 然后我用mini的这个 function 这个函数 然后取得这个范围里面最小值帮我输出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什么叫串列 那如何把资料放在串列里面去 并且用mini的最小的那个函数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程式也不多 我看一下 切过来就是答案 答案的话就七行而已 那怎么写 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七行嘛 你也不用硬背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空的串列很简单 那个空的串列 我习惯第一个串列就叫liste 这个是e 等于什么呢 等于空的 意思是说呢 我已经产生一个Excel的一个空的串列 不过Excel里面就是本来就有了 所以Excel你根本不用做这件事 但是因为python 它没有预先帮你预留 所以你要必须先做 第二件事做什么呢 一样坏有音帽号 所以坏有音帽号还蛮好用的 OK 以后就打坏有音帽号 再来后面想说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 再来就是说让它input 所以这个a等于什么呢 等于input 然后把它转型 OK 他有写过 然后在逻辑判断 前面这几行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三行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输入好了 就是a input的转型 称int 如果a等于999的话 那就break掉 OK 然后呢 反之 所以你反之的话 应该是另外一个逻辑 lif 不是不能写l10 写l10的话 它变成会有问题 那lif说什么 如果它输入了a 假如说 我要把它 先放在那个串列里面 那我那个放串列里面这个动作的话 特别注意哦 应该是 应该是更正一下 应该这个不用 如果 如果 才停嘛 剩下来的话 不用 不用再判断 因为反正我就把资料放进去 因为它不用break 所以我就把a 怎么样 a要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放进去哦 那放进去最关键的字就是什么 就是用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 点什么呢 后面你点下去 第一个就是了 叫append append append什么呢 再把a放进来 那append的这一句的叙述意思说 我要把资料怎么样 第一个资料放到这边来的意思 append 就意思就是说 我放29进来了 如果输入29 然后他append就进来了 然后输入100 100又进来了 输入948 应该知道意思 反正append就是放资料进去就对 所以特别说 串列的使用 建一个空的 append 那以后蛮多地方都会这样用 用法都差不多 比如说你要把外部的资料 从网路上云端上抓下来 或者资料库一样 就是放在什么 串列里面用的pend 然后最后做什么呢 最后的话呢 我们一个一个放进去之后 最后你就print就可以了 print什么呢 那一个一个放进去之后 最小的那一个怎么怎么表示 就打个mini mini的话是内建的一个function 拍子里面就有了 mini 然后把那个list one 放到这里 意思说帮我检查一下 这里面哪一个最小 然后帮我print出来 就写完了 应该懂这个意思 OK 所以好像写起来 甚至如果你会串列的话 应该甚至比刚刚这个解法还简单一点 OK 只是说你要熟悉串列 不过我强烈这些你一定要非常的熟 因为在python里面写程式不会串列 真的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比如说你要从网路上抓大数据好了 大量的data 大量的资料的话 那怎么办 一定要先放在串列 不然放哪里 没地方放 你不能放有变数吧 OK 比如说你好几个 那怎么放 再宣告ABCDEFG 最后不够放 放个串列就好了 OK就这么简单 它的概念呢 其实跟什么 跟这个有点像 所以以后的话 一个串列就再产生一个 一直放一直放 所以那个概念差不多 反正你就是做完了 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 那当然我们刚刚的这个方式 如果我们输入正常的 像那个我们考试的题目 考试部分的话是这些题 这些有没有 看好不OK呢 应该是OK 所以把这个输入按Enter 388最小的 OK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 12345 刚刚会输入0 那现在呢 现在再输入999 Enter 1了 好就对了嘛 对不对 OK 所以它要学 只是说考试的话 你写这个方法 它也是可以得分 这个也可以得分 不过我是建议你 干脆就记这个好了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串列 这个串列非常的重要 OK 以后的话 如果你写程式不会串列 很多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以后要跟外部 像那个档案 跟资料库 跟那个网路爬虫 其实都会放在串列里面 这一点可能要 特别注意一下 程式我刚刚写的 也都有放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就是在 看一下那个402题部分 402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再来 就是404 因为第四类是都20分 所以我觉得第四类还蛮重要的 404的话呢 主要就是怎么样 反转 把那个什么输入的数字 比如说9876 不要一串 98765 变成56789 要把它反转过来 那要怎么反转 其实好像跟前面有一题还蛮像 前面是把那个字切出来 然后全部加中 那这个是把它全部 应该全部先抓出来 再用一个反向回圈出去 好像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 如果402做完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404